同样是兔蠢,王菲女儿被吐槽像老太太,她的女儿却是大美女。 在一个家庭中,孩子出生是一件非常大的喜事,而在明清的生活中也一样,最近王力宏为了三胎的出生直接让全体员工放假,如今更是喜得贵子,更是备受关注。 其实不止宝宝出生是件大事,见健康康的更重要,很多纯恶劣的孩子出生后就获得过多关注,连明清的孩子也不例外。 王菲的女儿李嫣当时出生就因为纯恶劣受到很大的关注,其实王菲也说过,在怀孕的时候就已经检查出来了,但还是和李亚鹏选择生下来。 虽然获得的关注也很多,王菲和李亚鹏对女儿的保护也很好了,获得的宠爱更是不少,如今的李嫣更是暴风般成长,让人刮目相看。 前段时间李嫣和黄磊女儿黄多多还一起去参加巴黎走秀,现在的李嫣可是一个小超模了,还是高冷气质的女神,走起来气场更是不一般。 不过还有网友吐槽说现在的李嫣长得像老太太,和旁边的黄多多形成鲜明对比,但其实自信的李嫣最美,能够如此自信面对镜头也是让人佩服。 不过作为同样纯恶劣的新二代,冯小刚的女儿冯思雨现在的样子真是和一般人无异,在手术后整个恢复非常好,就算是近照也完全看不出嘴唇曾经是有问题的,现在也是大美女一个,看住这张照片你会想到她曾经是纯恶劣吗? 其实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更多,大家不应该用有色眼镜看她们,也不需要怎么相处,跟对待平常人一样,这样才是对她们最大的善意。 参考来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